健康新时代大师烹小菜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要叫大家做煎酿茄子 平常我们吃这个炸茄盒比较多 那今天您的煎酿茄子是不是已经这样做 它跟炸茄盒是一曲同工之妙 它就是整个的茄子 也是切夹刀片夹肉馅 不是炸的是煎的 哦 是这样 出来以后一个整体的造型 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主料 是这个茄子肉馅 那这个茄子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有特别的要求 我们就因为做这个菜要有个整体的造型 咱们要选一个比较直一点的 皮紫一点的 然后软一点叫棉花茄子 棉花茄子 这个表皮 对了 里边非常软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茄子 因为它的口感好 口感炸出来以后里边比较面是吧 软糯 好 好 下面我就开始加工 你也切夹刀片 要夹肉馅的 这就是夹刀片 煎链 这个配饭 绝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猪肉用得多呢? 因为这个茄子它喜欢油,喜欢香,所以猪肉它的香味浓一些 现在基本完成了,开火 好,现在我们先把锅热一下 茄子是比较洗油的,是不是应该多放一点油? 是,这个油需要多一点,用完再逼出来 油一定要足量 最好煎这个,最好用个苹果,两面都要煎一件 以往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个肉馅,它出锅的时候一咬 它是比较老,然后一点汁水都没有 但是我们喜欢吃那种软糯的,带一点汁水的,一咬 满口香的那种,那种馅怎么调? 就是加葱姜水,或者加蔬菜,用蔬菜当水 用蔬菜的汁液,把它携松,水分含在里边就好了 哦,大家看啊,这个茄子加肉的那一面先煎 在煎的时候呢,这个茄子上已经不要再拍粉了 也不用挂糊了,直接就是,可以拍了 拍粉以后,拍粉以后,吃的就不好看了 这就是为这个整体造型 要不我们一片片,像你说的,我们两片夹着煎也可以嘛,是吧 但是这样一做起来,这个造型就像一道大菜 锅底呢,是煎有肉的那一面 然后我们看到上面的茄子呢,是用一勺油来淋一下 嗯,觉得成熟的比较均匀 嗯,那这个煎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好了 要煎熟了,茄子要煎熟,肉要熟 大师口中简简单单说这个熟了 其实它不光是熟了能吃了,它还要求这个口感 这个火候正恰到好处 而且还要有颜色,颜色还要根据我们的要求,金黄色 这个恰到好处,我们怎么掌握呢 那就是颜色,口感,口味,三统一 颜色是金黄,口感是 口感是外边有点焦 外焦里嫩 外焦里软 尝尝,好看的吗 好看 好,现在还不能捞出来 我觉得 它不熟,这茄子还没煎透 还没煎透 哦,要是按照我以往经验,这时候我已经捞出来了 怪不得不好吃 现在我火球 一不透的茄子很硬,摇起来就很不舒服 茄子一定要软 现在茄子好了,关火 好了,现在呢,茄子就已经出锅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茄子已经成了什么程度了 那表面呢,都已经焦黄色 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茄子皮已经开始有一点微微发皱了 那整个这个茄子呢,已经很软糯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沥干油粪 那刚才我们大师呢,也提醒了啊 在出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拧小火啊,还要坚持大火 因为这样呢,这样出来以后茄子才不会油腻 好了,这个煎酱茄子呢,就已经出锅摆盘完毕了 这就可以了吗 我记得很多的厨师都喜欢最后来浇个汁,勾个馅什么的 其实我们煎到半熟的时候,加一点汤,把它再烧熟了也可以 那叫煎烧 哦,煎烧 烹一个汁,那叫煎烹 我们今天就要它干干净净的吧,好不好 这就叫煎酿 煎酿 一边酿了馅,煎熟了 就像我们吃炸切盒一样 哎呀,这菜真的是很漂亮 光看这个色泽,金黄,加这个紫色亮亮的感觉 整个一道菜是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肉馅 就是外焦里嫩,还冒着小油泡 里面呢,看这个汁水也非常的丰富 好了,这个菜品看上去相当的漂亮 这个味道应该也非常的好 我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好的 哎呀,先尝尝这个 茄子 茄子 肉丸 这个肉丸呢,真的是外面有一点香酥 然后里面呢,很软糯 一咬呢,还有这个汁水 就是,哎呀,满口流香 因为原来是我尝的这个茄子都是浇汁的嘛 勾芡以后浇汁 然后配着那个汁水来吃 那今天呢,这个煎酱没有浇汁 但是肉本身里面的汤汁就已经很棒了 哎呀,鸡大师 茄子好不好 一直在给我夹菜啊 就怕我吃不饱 哈哈 然后再尝尝这个茄子 嗯,这个茄子皮呢,也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羊呢,像您说的一样 可能这个选茄子也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的软糯 然后这个肉丸的这个汤汁呢,也进入了茄子里面 哎呀,是不是有点炸茄盒的味道 嗯,一样的香 好吃,好吃 嗯,这就是今天的这一道 煎酱茄子 非常好吃 嗯,非常软糯的一道菜 你学会了吗